你們講過我記得 機實看我的碗 韌的碗 手指不用教 每個人都會動 手指動得好 因為每個人都是用兩支 一個點 你兩支筆拿著 你一樣是這樣 所以理工筆都是這樣 車來車去 畫色 填色 塑水 所以用手指我不用講 不是說不要用 但是很多人都不會用這裏了 因為手指夠用 手指太聰明去代替這裏了 但是你千萬不要不用這裏 不要不用這裏 這樣 每個人都知道 碗力碗力 碗力不靈活 不一定動這裏就沒有碗力 但是這裏很體現 碗的洗法 那你將來知道 用了這個碗來 我這樣叫做 好像剁一些東西 還有 好像剁一些東西 剁一些東西 剁一些東西 所以你看看我的手肘 當我用碗的時候 我的手肘是否抬到這樣 我才能用到碗 而我的手肘不用用碗 用手指而已 用不到碗的 用到碗就不是寫在這裏 但是不要用抬起手肘 抬起手肘 不只是要快 要慢也可以 所以在你拍的時候 你可以讓你放慢這些動作 所以你一直寫下去 不這樣點一下都可以的 我這樣點就等於寫的了 這樣我就… 其實 山水的筆法是遠遠不及寫意花位的筆法多的 寫意花位的筆法 起伏各種題目的 寫意花位的筆法 更難過寫字的筆法 寫字的結構 戲 因為多數人懂得看 所以他的評價 他們個個都懂得看 每個個都拿一把古人的尺來量度你 你要經得過 他寫不到 他都懂得看 但是 山水呀 花位呀 他未必懂 他就看他自己的審美 自己的… 哪些是OK 哪些是漂亮 這樣他來講 他未必是按著中國話 或者是用西話的方式來評論你一些東西 這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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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甚麼 寫四堂呢 寫四堂的那個 寫下去的那個… 得到那個… 質就比這個原本很多了 我一下子 我都寫到這麼多出來 一小時之間 我都寫到這麼多出來 看這些東西呢 托著一張紙就會比較好看 這樣看是太薄的 描了它之後呢 淡就出來了 就漂亮很多了 我一張筷子來 謝謝你們